据埃及媒体近日披露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由于美英等国不断加大队伍军援 西方军工企业收获大量订单 从冲突中得到的好处 可能超过能源公司 埃及金字塔报网站在报道中称 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 人们普遍认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商 是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的主要受益者 但另一个行业从俄乌冲突得到的好处 可能远远大于能源领域 那就是国防工业 报道指出 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基辅的持续军援 给这些国家的军队库存带来压力 西方军工企业的订单在不断增加 英国军火商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在上月发布的最新市场报告中 称其在过去十个月里 拿到了价值340亿美元的订单 虽然报告中没有提及利润 但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报道还称 许多投资者现在大量买入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和雷神技术公司等 美国大型军工企业的股票 推动这些武器制造商的股价 今年分别上涨了47% 37%和15% 防务专家认为美国军工企业 准备从俄乌冲突的军火消耗中 获得更多好处 美国对乌克兰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大部分是用于生产武器弹药的合同 从订购到交付 战争产品的生产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 因此即便俄乌冲突很快停止 这些公司在未来几年里 仍将赚得盆满钵满 欧盟观察家本月早些时候也在报道中指出 西方军工企业从一开始 就将俄乌冲突视为有利可图的商机 利用恐惧情绪粉饰其形象 将自己定位为可以提供安全的重要合作伙伴 原本可以投资于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巨额资金 被用于在一个已经过度武装的世界 研发和采购武器 报道在最后强调 将欧洲的安全建立在军火公司 及其股东基于利润的梦想之上 只会助长未来的战争 并加剧人类的苦难